今天呢就把百年不穿的衣服打算扔掉 不是名牌 这个风衣呢 还是我妈给我买的 她说好看 可是还行 不难看 但有个问题 就穿这个袋子吧 弄到后背 坐椅子上 主要是我没多少肉 隔的背痛 看看口袋里有没有什么东西 别再发现个金元宝给扔出去了 这个衣裳还真是没怎么穿 这个是个 这是我夏天穿的小花裤 不穿 其实没什么问题 就是这拉链不太好 有时候觉得 穿了没两次 不喜欢还是不要买好 买了就扔 这个呢 是我在这边买的 哪个店买都忘了 我喜欢买了洗 这个一洗 结果掉色了 我有点长胖了 粘空扔了吧 这个也是从网上买的 不好用 这个衣裳呢 料子还行 就是有点 弄了大花边 麻烦 这个太红了 这个倒还行 也是有点小了 它带着这种蕾丝边也挺好看 这个倒是还挺好 这个 先留一下吧 这个 这橱子下面呢 在拿着脖子擦一擦 这些都得扔掉了 这是我从国内买的一个衬衫 也不穿 好几年前在NEX打折的时候买的 它就这么一种像窗帘布似的 这两个袋子系起来 也是不好搭配衣裳 扔了吧 本来和这两个衣服是一套的 我喜欢这个花镖 这鞋子还不错 挺舒服的 都忘了我有这么一双鞋了 把它拿到下面去 也扔掉 这个也得扔 也是Clux买的 都烂掉了 让我走路走的 这个是我妈给我买的 穿旗袍的时候 我有个大红的旗袍 还有 就96这双吧 剩下的都得扔 这是从屋顶上发现了很多的玻璃杯子 你看崭新的 一用都没用 用不了这么多 成箱子的都是 这些酒杯也根本就是用不上 我每次看到这些 pand glasses 我就想起 十多年前我给过我河南的朋友 三四香 就这样的 他来我家我给他 因为他不拿的话 没处放 没处放 没处扔的 他现在都当妈妈了 两个孩子 这他买的个花瓶 太难看了 你是 这个有可能能卖掉 这个多好看 成蜡烛的 这个我很喜欢 TK Max 买的 把它给个硅硅类 就留下几个能用的 剩下的扔掉就好了 这个很好看 留两个就够了 OK OK